那薩達公主休息的時候 是給青蛙 大家看到了嗎? 是嗎? 大家好,歡迎大家點進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無雙災厄起世路 今天的影片裡面我們要秀一下 薩達公主所有可以用的招式 那跟林克還有鷹爬一樣 按Y是一般攻擊 一般攻擊是拿一個鐵塊出來 一般攻擊 那如果按X的話是強力攻擊 鷹爬的強力攻擊的話 是伸出四個冰塊 那四個冰塊伸出來之後 你可以按ZR 按ZR就會爆破 那如果你連續按Y的話 就會連續發出鐵塊冰塊 跟固定時間的進止器 我們就用這些招數來打打看 比方說我一直按Y 就可以一直出不同的招數 好,一直按Y 接下來我想要介紹一連串的連招 這些連招都跟按兩次X有關係 比方說我按兩次X 跑到上面 就會出來好多冰塊 薩爾達公主會跳到冰塊上面 這時候如果你按ZR的話 這些冰塊就會爆炸 那如果在旁邊的這些怪就會死掉 我再說一次喔 按兩次X 就會製造出很多冰塊 然後按ZR 很多連招都是連按兩次X 比方說我按兩次X以後 跑到上面 我可以跳起來 薩爾達公主可以飛在空中一下下 那這飛起來的一下下 如果你連續按Y的話 就會連續產生冰塊攻擊 比方說這樣 我先按兩次X 然後我爬上去以後 跳起來按Y 這樣薩爾達公主就會 在空中發冰塊 那如果你連續按兩次X 薩爾達公主跳上去之後 在跳的時候 按X 就會發一個炸彈 那可以把剛才兩個連招合起來 那就是按兩次X 薩爾達公主跑到上面之後 按Y 發冰塊以後 再按X 發炸彈 薩爾達公主的招數沒有很多 不過都超酷的 現在我要介紹一個 我最喜歡薩爾達公主的招式 就是按兩次Y 按X 這樣這樣 按兩次Y 然後X 大炸彈 大炸彈都出來了 按ZR 可以引爆 兩次Y 大炸彈 我們來去試試看 比方說這邊的怪 按兩次Y 大炸彈 大家可以發現 他出炸彈的時候 炸彈滾到怪的時候 怪也會死 就這樣 滾到怪的時候 怪就好像保齡球一樣 會被我打死 那除了可以按兩次Y 然後按X以外 還可以按一次Y 然後加X 一次Y加X的話 會發一個鐵塊 然後掃蕩附近的怪 我們來試試看 比方說我要掃蕩這個怪 一次Y X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薩爾達公主的古代能力 按R以後 可以選擇古代能力 比方說你選Y 就可以發炸彈 薩爾達公主這個炸彈超酷的 會出來一個炸彈機器人 你可以控制炸彈機器人的走向 或者你可以選擇 不要控制他的走向 你按B 就可以停止操作 炸彈機器人就會往 他預設的方向前進 那如果是靜止器的話 就可以按R以後 選X 就可以靜止前面的敵人 然後K他們 好像這樣 使用靜止器 靜止他們 打飛他 那如果按R之後選B的話 是薩爾達公主的磁力 磁力的話 薩爾達公主會從地上吸出一大堆鐵塊 你就可以把這個鐵塊放到怪的頭上 然後按ZR觸發 就會把怪打死了 那薩爾達公主的冰塊是這樣 你按R以後 按A 然後不停的按X 不停的按X 然後按ZR 我來找這些怪示範一下 比方說 我按R以後 馬上按A 然後按X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薩爾達公主如果施血的話 可以按L 然後按B 補血 也可以按L 使用各種杖 使用火焰杖 或使用雷電杖 或使用冰杖 這跟靈克還有鷹耀的招數一樣 遇到比較大的怪的話 也可以按R 然後按蘑菇頭 R3 專門瞄準這個大怪 然後按B 按B 按B 是閃躲 飛合方向鍵 你就可以選擇 你閃躲的方向 閃躲怪 那如果你在正確的時間 閃躲怪的話 你也可以觸發零刻時間 這樣這樣 然後最後給他一個猛擊 再見啦 那這個大概就是所有薩爾達公主的招式 如果薩爾達公主在出招 久了之後 左上方的大招條也會滿 如果左上方大招條滿的話 你就按A 就可以出大招 出大招的時候會照 敵人幫他照相 然後敵人就冷掉 那就感謝大家收看這一集的薩爾達傳說災惡啟事錄 我還有錄靈克還有鷹爬的招式想解 歡迎大家收看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